离开工坊 马银兰带我们前往白银凤凰山露天矿一帜 这里是白银城发展的起点 1956年 凤凰山采矿区进行了三次大爆破 来自祖国各地的新白银人 在这里开采有色金属 用现代化工业生产方式 练出了新中国第一鲁铜 这就是我们露天矿的这个矿坑 就这么下去 它应该都是一层一层采下去的 你看那个路 当时应该能想象这个场景 热火朝天的大矿车来回交叉的 就是挫车呀什么的汇车的 往上拉一车一车的 这地方的那个矿石的铜含量 还特别高 其实现在我们站在这 它是很安静的 那如果那个时候 在生产的那个场景之下 这里应该就是汽车轰鸣 机械轰鸣的那种感觉了 路天矿不远 当年的办公用房 作为工业遗产保留下来 20世纪50年代 马银兰的父亲作为铜城 第一代开拓者 从洛阳老家来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 参与铜城建设 他们来的时候听他们讲 有的人就住着那叫干达里吧 我们家好像住在牛厂一个 就是集体的一个宿舍 中间是个通道 两边就是门 一家挨一户的挨着 我听我妈说那时候 他们来白银的时候 她晚上都不敢睡觉 那个风叫的声音特别大 她在我们的地方都没见过那么大风 吓得都不敢睡觉 是 其实今天大家通过画面也能看得出来 在这儿风也是挺大的 对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深入到这个矿区当中 周围都是高山了 它就已经比较还原野外的那种整个的环境了 1963年 马银兰出生在矿区 在她小时候的记忆中 家里的条件已经有所改善 那那会儿在您记忆当中 有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 每到十一就主持大家猜灯迷 各个单位做的那些灯笼 一摊一摊的 你就给你发的票 主持子宫都发的票 我们也有父母发的 去猜灯迷 给你发奖品 铅笔 上去可高盛了 特别幸福 感觉特别美好 如今白银城市不断发展 回忆起过去的那些岁月 马银兰依然饱含深情 铜城开拓者来自祖国各地 带来不同的语言 风俗和饮食 这里的人们也非常包容 我们前往白银老城区 这里人流车流更加密集 铜城第一代 第二代建设者 大都在这里工作生活 我们来到老城一家面馆 这家面馆的招牌 大肉面 就是从白银公司的食堂 走到白银城的街巷上 我看到这儿好像有特别多种类的这个面 对对对 有很多 靶子面 靶子面就是属于那种类条肉 然后类条肉切的五花 花层特别好的 然后加工成的 然后还有排骨面 还有扫子面 然后你看还有姜水面 姜水面也是这儿的特色 对 姜水面是我们西北这边的特色 我们拍手这天并不是节假日 但是顾客很多 韩仲敏介绍 他家的面馆一天能卖出上千碗面 这都是每天现加工现做 都是这样 专门有师傅操作 要不然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好 跟您看一看 这边就是在煮面是不是 这边就是煮面 汤面的 这一锅一看就每天要下好多面 旁边就是拉面师傅 一天得拉多少斤面 四五百斤 四五百斤 您一个人 两个人 我两个人 这其实也都说面来吃面的人特别多 对 对 对 韩仲敏介绍 白银本地的面 做面方法跟兰州牛肉面大致相同 也讲究一青二白三红四绿 只是Sauce不同 他家的面馆 Sauce是面好吃的关键 你看这就是我们加工出来的Sauce 这么大根的Sauce 对 对 对 你看我们这还有靶子肉 你看我们这靶子肉 一天就像这样的桶 一天基本上就卖上一桶多 这好漂亮啊 这个肉的花纹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很漂亮的 肉皮 然后一点肥肉 对 花层特别多 而且下面的那个瘦肉 还是很大的 它不是追求那个肥嫩的口感 它是追求那个香滑的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 搭配上不同的Sauce 就是白银人喜欢的味道 韩中银的面馆 就开在白银有色集团总部办公楼的对面 价格最高的13元 低的只有几年前 加一点点辣子尝尝 来看看 好用人啊 这个辣子 来看一下 通通通的 上面飘满了芝麻 然后下面的这些这个辣椒 已经都炸透了 你看就特别好吃 加一点点吧 加一点点香香的 你要不要 我自己来 我吃的辣子多 好 那我端过去啊 我这还得加个豆腐呢 吃大肉面讲究搭配小菜 小菜有榨菜 泡菜 豆腐等 两元一叠 这碗热汤面热热的 看着就特别好吃 所以我看到好多人 其实都会选择汤面 但是也有不少人选择你这个 我感觉你这个肉多一些耶 可能就是我饭量大一点 吃汤面可能在这吃不饱 我就来一份干拌面或者靶子面 因为按我们这的话 就扎实 每一次吃完一碗 给你吃的饱饱的 就不会饿 吃上一碗就很满 对 因为说到大肉面呢 它最早是白银公司的职工 他们在下班了之后呢 吃一碗这个 价钱又便宜 然后还实惠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快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肉里面 真的就是扎扎实实的 很多大块的肉 就是为了让工人朋友们 能吃着能吃饱 能吃舒服 然后才能去 每天的去上下班呀这些的 那我们尝一尝 尝一尝尝一尝 如果你喜欢吃酸一点 还可以加点醋 加点醋哈 我先尝尝这个原味的 看我这碗面呀 就是这个汤水 都已经把面条给覆盖住了 然后刚刚 李坤还帮我点的是这个细面 肯定是更有滋味一些 上面就铺满了这种细细碎碎的 小肉灶 然后配着这个葱花 香菜呀 我刚刚一挑 这个香气已经浮起来 你要把这个豆腐泡在面里面 泡在里边 让豆腐 就是清满你的这个鸡汤 然后等会儿再去吃豆腐的时候 这个豆腐就更有滋味了 好嘞 我先做个准备工作 把这个豆腐先泡好 大肉面的面条 分二细 三细 宽面等几种规格 记住点的是二细面 二细面条直径约四毫米 吃起来比较筋道 好吃 这个面很爽滑 其实我们刚才端上来 大家看到我们还聊了一会儿天 一般来说都会觉得 这个面泡在汤里面会不会坨了 这大肉面完全没有 每一根面条都非常的爽滑 根根分明 而且它其实是有点弹性的那个口感 但是不是大家想象的 就是面里面有个硬心 因为我们说拉面的工艺 你在这可以看到我们师傅 他在拉起来的时候 会横横地往案板上摔着一下 就这么一摔 这个面的劲道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我觉得大家如果视觉上看过来 会觉得我这碗面 可能它的口味会不会非常的浓郁 是很重口的那种 反而呢 吃面的时候吃到了一股肉香 但喝汤的时候像李坤说的一样 它是一种鲜香 鸡汤很有鲜味 而且它是那种比较清爽的鸡汤 它不油腻 大肉面清香爽口 是一道老少街仪的面食 看林中的两位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记者与他们攀判起来 您好两位 您好 您好 我是看着您穿着这个工作服就过来了 这位是 您好叔叔 你们是经常来吃这个大肉面吗 过一段时间吃一会 过一段时间经常来 拍摄时蔡国祥72岁 他告诉我们 从他父辈算起 到他儿子这一辈 他们家祖孙三代 都是白银有色公司的员工 说起大肉面的来历 他说 这还是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厨师的创造 白银公司的员工来自祖国各地 拉面借进兰州牛肉面的做法 扫子则是厨师们的创造性发明 当时我们吃以后的话 吃面的时候 那是饭盒嘛 知道吗 那个铝的那个饭盒 知道知道 饭盒以后打上一个 那那会吃一碗大肉面算不算奢侈的事啊 当然现在来讲不是吧 因为那时候以后的话 那算大人面的话算比较奢侈 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以后呢 这一碗面以后呢 是两毛五分 知道吧 一碗面就两毛五分钱 我印象中最早的 我那时候工作以后呢 工资账得很少 一个月以后呢 我当时学徒以后一个月27块钱 第二年以后的话35斤 第三年34 第四年37块钱 一个月37块钱 所以那会吃完大肉面是改善生活了 那是的 孩子以后的话他就有这个机会 他以后呢上学的时候在公里里工大 哦 去那边吃米线去了 这个没办法吃的 天呐 是 回来也过 我们叫做面面吃 下火车第一件事先吃吃面面 是 白银第一件事先吃大面 是 这个没办法 这就是这个香愁的口味 是吧 那香味 回来就吃上这一碗 就觉得踏实了 舒服了 对 浑身都舒展了 一来就是要吃个面去 在白银 大肉面从职工食堂走向大街小巷 陪伴了几代白银人 随着时代变迁 吃上一碗大肉面 已经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 但其中也有着白银人割舍不掉的一份家乡记忆